张华县政府加强养猪业者对非洲猪瘟疾病的认识及防疫观念 28日上午在西湖镇农会办理非洲猪瘟防疫讲席 邀请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动物防疫组计诊则刘冠志 及行政院农委会加醋卫生试验所防疫研究组邓明中博士 讲授相关知识协助农民防范疫情 非洲的猪瘟人都知道 所以我们要防范未来 现在中国开始在留意了 就是说大家都有危机数到防疫的整理 我们张华县特别在这个时间 以最快的时间来做非洲猪瘟的宣导 让农民了解非洲猪瘟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非洲猪瘟它这个疾病的话 它没有疫苗可以来预防 也没有药物可以来治疗 虽然它不是人需共同的传染病 但是它对产业可以造成很大的经济的损失 非洲猪瘟虽不会感染人类 但罹患猪之死亡率可达百分之百 且目前无疫苗及药物可治疗 为因应中国大陆感染非洲猪瘟疫情扩大 中央在8月22日首次召开 跨部会会议升至国安层级 为了防范猪瘟疫情传入国内 防检局也召开专家会议共商研议 并强化各项防疫管控措施 防堵猪瘟病情传入 公益频道林俊明 西湖采访报导